北京10天10月30日凌晨 WTA年终总决赛抽签结果正式出炉 其中中国网球选手郑庆文的运气非常的不错 他获得一个上上签 同组的对手分别是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 保利尼以及莱巴金娜 相比于另外一组的史瓦泰克 高福 佩古拉等选手 郑庆文所在的小组除了萨巴伦卡之外 其他两个选手郑庆文均有机会赢下比赛 其中保利尼应该是郑庆文最喜欢的一个对手 在过去的三次交手中 郑庆文保持着对保利尼三连胜的豪华战绩 同时郑庆文面对意大利选手 还保持着19连胜的恐怖战绩 可以说郑庆文面对保利尼的这场比赛赢面非常的大 至于莱巴金娜 郑庆文在过去与他交手过两次 两次均输给对手 不过莱巴金娜今年下半年一直处于养伤的状态 整个人也比之前销瘦了很多 郑庆文如果能够发挥出自己Ace球的优势 将比赛拖入三盘大战 那么郑庆文同样有机会赢球 至于萨巴伦卡 郑庆文只要赢下另外两个对手 就算是这场比赛输掉 他依然能够晋级四强 根据WTA年终总决赛的晋级规则 两个小组各自进行三场循环赛 前两名直接晋级四强 因此郑庆文只要能够保证赢两场比赛 即可闯入四强 对于这一次的总决赛之旅 郑庆文也是显得非常的低调 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自己会抱着一颗享受的心态去打比赛 因为参加总决赛的选手实力都比较强 至于成绩 自己会尽可能的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郑庆文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波澜不景 但其实他心里的那股韧劲和好盛心是难以掩饰的 争取小组出现 闯入四强应该是郑庆文给自己定下的最低目标 而一旦郑庆文能够晋级四强 那么他还将会获得一笔非常丰厚的奖金 首先就是出场费 这是主办方沙特给以8名选手的奖励 每人可以分到25万美元的奖金 约合人民币178万元 其次就是小组赛的赢球奖 每赢一场比赛可以拿到50万美元 郑庆文赢下两场比赛可以获得100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713万元 如果晋级决赛则可以获得260万美元的奖金 夺得最终的冠军 奖金将高达512万美元 可以说郑庆文晋级四强的话 奖金基本上将会达到1000万人民币左右 要知道郑庆文夺得WTA500东京战的冠军 奖金也才100万元 而郑庆文在今年最高的一笔奖金 则是闯入奥网决赛 当时他输给萨巴伦卡拿到亚军 获得172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1200万元 这一次的WTA年中总结赛 郑庆文非常有机会刷新自己的单笔奖金记录 课计的课计 那我们先去设计的课计 现在我们先去设计的课计